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杰达地产的Broker Frye Lee 今天是2018年的6月2号 很高兴和大家在网络上见面了 那我们现在是在多伦多宾湖区的 一个地标性建筑 Harvard Plaza Condo 67层 跟大家分享一个 现在在多伦多最热点的楼盘 Sugar Wolf Condo 这个Sugar Wolf Condo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首先我们说发展商Mankis Mankis在多伦多建了很多地标性的建筑 像现在的Harvard Plaza 以及像四季酒店 Full Season 以及北约客 所有的这些项目 都是多伦多地标性的建筑 这个发展商在多伦多有65年的历史 可以讲是在多伦多最有信誉 最有口碑的一个发展商 我们对Mankis非常有信心 第二就是这个地区 Sugar Wolf Condo地区是在宾湖区 生活非常非常的丰富 可以讲你看我们说美丽的湖心岛 宽广的安大略湖近在咫尺 旁边的央街 这是商业期 杯街 这是Bay Street 这是这个金融区 旁边的St Lawrence Market 还有这些像要建的Google城 以及它自带的很有科技元素的一个新的一个building 商业building等等 所以这个地段的话 已经不仅仅用这个location好来形容了 这是衣食住行都很非常完美的一个地区了 这是步行方面指数呢95分 乘车方面指数呢满分 而且呢它是要建这个一个可以封闭的啊 封闭的 冬天不用出楼啊 从里面的这个一个path 一个走廊 连接多恩多的这个path 多恩多这个path就是说内部的这走龙连接各大mall啊 各大商业中心呢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内部的一个走廊 它这个整个这个小区呢 Sugarworth这个小区呢 会连接多恩多的这个最知名的path 所以从内部可以走到很多地区 包括eaton center啊 包括家航中心啊等等啊 所以这个地区啊可以讲非常的丰富啊 非常的有特点啊 非常完美啊 再有呢就是说它这个户型 因为昨天呢我看到了这个具体的这些户型 可以讲呢95%户型 那都是要点赞的啊 呃里面这个户型的非常的方正啊 从batchelor开始 一睡房一加一两睡房三睡房 那17呢 现在release这些单位的话呢 是楼层相对低一点啊 我们说相对来讲呢 因为这个楼这个两栋呢 对于呃这个东塔西塔呢 一共1500个单位啊 70层啊 现在计划70层也许还会再高一点啊 那么现在release的话呢 相对比方说30层以下的这些单位 咱就说低一点这些单位啊 从930块钱一持加币啊 每持起步啊 这起点还是比较低的啊 因为是这个现在宾湖区 我们说呢 县房这个单位已经超过1000块钱每尺 所以它的价格上呢 还是比较有优势啊 所以说呢 我们说Sugarwolf这个楼盘呢 很长一段时间呢 受到了高度关注呢 是非常有原因的啊 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建筑商啊 非常的好 地段非常的完美 而且很丰富 户型也好啊 价位的起点比较低啊 这几个元素呢 就是造就了这个Sugarwolf这个项目呢 必然是多人多 现在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热点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拨打我们的电话啊 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力 帮助大家呢 拿到您心仪的单位 谢谢大家 视频总算拍完了 也坐在这下面 lobby里面休息一会儿啊 来我们说这个 曼克斯建的啊 哈勃普拉萨 这个大堂 确实是感觉 因为他这个齿高比较高 所以感觉呢 非常的华丽啊 有这个很强烈 这种高大上的这种感觉啊 感觉不错 我们说苏格沃夫呢 是哈勃普拉萨的升级版 非常值得期待 谢谢大家